这个女人刚走出体育馆 结果一桶冷水却直接向她泼了过来 女人疑惑地看向了前方 直接那几个泼水的混混正猥琐地看着她 原来谁已经打透了衣服 让自己的内衣变得若隐若现 意识到这一点的女人连忙护住了自己 这让女人委屈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这时却有人为女孩披上了衣服 来源正是女人的男朋友小帅 女人名叫小美 那群原本还不以为然的混混 看见小帅后顿时就耸得想逃跑 但小帅哪会那么容易放过他们 小帅上去就给一个混混来了个大口 接着小帅就跟那三个混混陷入了混战 小美看见后 连忙上前想阻止小帅 并且为了让小帅冷静 小美只好给了小帅一巴掌 这场闹剧终于在此时结束了 事后小帅被小美带到了医疗室 可小帅却因为那群混混看到了小美的内衣 而吃起了醋 因为那是连自己都没看见过的 那群人竟然比我先看见 小美听到小帅的抱怨后 忍不住地说道 可当小美看到小帅那吃醋的小表情 小美顿时就心软了 于是小美转身就漏了